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以亚洲超级独卖天王张宇 音乐创作人张宇 主频客人歌唱爆发力 宇哥要聊一下 其实在舞台上唱快歌的压力很大吗 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真的 因为都是舞蹈者在动 大部分我都是曼哥 但你还是为了演唱会和唱快歌 会 就是体力要练好 体力要练好 怎么练体力 不能边跳边唱 一定要边跳边唱 但是就是不能边跳那样 因为一跳要再唱歌其实是很难的 不信你叫袁维仁 跑5000公尺再回来唱歌 他 他跑去7-11回来我就怕他休克了 欢迎袁维仁老师 大家好 一名音乐人袁维仁 有评个人歌唱技巧 小胖你有唱过快歌吗 几乎没有啊 对啊 大概最快就城市宁静海那首歌是不是 天哪 这个乏人问津的曲目 居然 这你的歌 凡人二重唱对不对 好歹也是得过金曲奖的组合 谢谢桃子 谢谢桃子 对不对 就是最没有竞争对手的一个项目 什么啦 开玩笑的 好啦 不过唱快歌的要绝 你看过 唱快歌的要绝 唱慢歌先唱好 唱快歌才有条件 是不是 是喔 最基本的东西都应该要有 就像刚刚前面张宇讲的 体力很重要 体力很重要 你有在运动吗 老师 我比较少 为了你健康好 麻烦 好的 以后请你站着当评审 好 接下来欢迎这位越来越美丽的 我们的这个偶像剧的 我们不要叫知母知姐 欢迎财志平财姐 大家好 财姐其实上次已经看过 我们的这个十位坚强的阵容 这次是唱快歌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你看过歌坛很多动感歌手 你印象最深刻有哪些人 很多啊 从早期的高凌峰 到张慧妹 到蔡依林 我觉得沿路都看过很多歌手 然后我觉得快歌很重要的 我觉得就是节奏感 跟那种能够感染 大家的活力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请到的就是 名舞蹈老师KIMIKO老师 老师 其实这个体力 常常练会有差对不对 会 一定有差 那你有沒有建议动感歌手 比如说上台前怎么样warm up 上台前呢 可以上台秀一下吗 掌声欢迎KIMIKO老师 来一些简单的 会建议参赛者在化妆间请你原地 然后拿着麦克风 开始把你的脚抬起来 不停的走到中式外面 跑个200公尺再跑进来 大声的唱出来 差不多就可以进来比赛了 对 但是跟跳舞还是没有关系 对 练肺活量 对不对 但詹哥希望你今天来秀一段 让大家知道 你为什么可以当评审 好 好不好 来 掌声鼓励KIMIKO老师 这么紧的牛仔裤 电动马达 看到没有 袁维言老师已经想给分了 哇 举手投足之间 参赛者请注意了 今天要唱快歌可以学习的动作 而且 老师其实要跳这样的舞的话 其实就是说 长发还蛮重要对不对 对 头发可以加分很多 真的喔 像下一位我们请她来跳的话 可能就没有办法 Roger老师 专业造型师Roger 组评个人服装造型 Roger你不会以为我今天要Cue你跳舞 不要了吧 上次叫我唱歌都已经吓死了 其实过年特别节目播出 你唱歌之后 亲友对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都骗人家那个播出的时间 他们都没看到 但是其实我的亲友好友看到 他们都觉得惊为天人 对啊 因为没听过你唱歌 所以今天会来一段舞蹈吗 不要 不要再闹了 讲后 本日课题 演唱快歌 从上周的老歌指定赛开始 参赛者面对不熟悉的歌曲 更是高难度的考验 而今天抽签选出的十位参赛者 将挑战更高难度的快歌指定者 快歌不但考验参赛者的歌唱技巧 肢体律动及强烈的节奏感 更是这几位明日之星前所未有的空前早战 过关的参赛者将成功进行 失败则有人必须离开 比赛即将开始 上阳欢迎第一位 这一位他常常有他自己的创作 就是22岁的吴宗翰 今天带来的是孙燕姿的第一天 掌声欢迎他 请愿接受一下火力权强 气质清新的吴宗翰 面对需要活力热情充沛的快歌 他会有什么样的演出呢 下火雨的夏天傍晚 我都会期待唱歌的夏天 把心情都吵醒 月光晒得很凉快 就是这样会一起来 你你是告白 想和我看 爱上得很真 觉得你其实更可爱 你说活在明天活在期待 如果我的今天会自在 我说我够了会不会太快 未来第一天要展开 第一天我存在 第一次呼吸尝怀 站在底下的脚踝 因为你而永远是感 第一天我存在 第一次能飞起来 爱是渴望的梦幻 第一天的真正这台 它永远永远那么灿烂 爱来生的样子 海上的梦幻 运的那段不将晚到未来 第一次能飞起来 爱是渴望的梦幻 爱是渴望的梦幻 第一天的真正这台 它永远那么灿烂 爱是渴望的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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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那么灿烂 永远那么灿烂 好 吴宗翰的演出 我们发现唱快歌的难度很高 不仅是你这个要唱的节奏 对不对 很快呼吸 还有那个喊很难喊对不对 张宇昌半演唱会 有时候要来一个 啊 那个喊真的要有技巧对不对 是 对 就会不小心破音对不对 所以其实对于他刚刚的表演觉得 表演完了 就是表演了嘛 但是他把它表演完了 但是中间的内容 因为快歌是很容易包装的 感觉起来好像很嗨 然后他又被把吉他跳跳跳跳跳 感觉好像一切都 所有东西道具的那种各项元素都有了 但是内容其实是不够精致的 其实不要以为快歌它就不精致 快歌是更需要精致度的 所以唱快歌唱得好 就真的那个很厉害 对 我们来看看乌宗翰可以得到几分 请评审给灯 16分才算是过关 我们看看乌宗翰的演出得到的分数是 有没有到10分 超过了10分 11分 好 又加了1分 12分 在这个阶段没能过关 一向以浪漫情歌闯关的胡宗翰 面对不太熟悉的坏歌指定 惨遭评审无情的淘汰 现在马上我们欢迎的这一位呢 相信各位对他的这个演唱 真的是十分十分的印象深刻 他只有13岁 可能不能帮我停下 对你继续 或许我能不再想你 年纪最轻 评审相当看好的谢震婷 上次已满分获得高度肯定 今天又会带来什么精彩的演出呢 因为现在晋级都是精英 所以要是这么多精英面 他们之间突然而出 实在真的很难 比当天还难